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地下六楼到了地上五楼 总共得走上十一层楼 平均得多花上六分钟时间 另外还有板桥站转环状线 也被批评实在是很麻烦 因为从站体到环状线 必须得花上十分钟 加上后头这个连通道部分 完全没有冷气 网友批评夏天真的是热爆了 跟我们蓝线比的话 蓝线会比较凉快 基本上也没什么人在做 不太习惯 骑摩托车 像你讲骑摩托车比较方便 就比较麻烦要绕来绕去 要多抓三十分钟 应该没有办法改善 都已经盖好了 不止转程耗时 离风时间得等上八到十分钟 即便尖风时刻四到七分钟 也跑不掉 加上列车车厢数四个 直接比一般车厢少了两个 抱怨声浪不断 而日前运辆距离原定的十万 还差了整整一倍 如何提升搭乘意愿 有效解套 恐怕得从民怨中逐以改善 三线新闻判就好吗 运辆新北市报道 因此